罗杉矶时间8月7日晚 阿罕布拉警察局在市政厅门前街区 举行了全美打击犯罪守望相助业活动 阿罕布拉市已连续多年参与该项活动 今年几乎全部警员出席 与当地千余位民众共享胜举 当天警察局面向公众开放 让大家零距离参观警局内部 了解到警局指挥中心如何受理报警 拘留中心如何运作 警察行动队员日常怎样进行射击练习等环节 此外警局还通过警力执法警犬参与抓捕行动的现场表演 向大家呈现出警局打击犯罪的指挥作战能力 此外现场还向民众展示了最新的警察消防设备和警车 同时通过模拟训练课程让大家知晓化险为安的方法 当天的活动现场设有美食游戏互动资讯讲解和音乐会 紧急希望借助守望相助业的契机 能与社区民众达到良好互动建立警民互信 从而促进社区治安达成构建移居城市的目标 守望犯罪业是一项全国性年度警民社区互动活动 通常在8月的第一个星期二举行 洛杉矶县众多城市都响应并举行了相关的活动 以增进警局与民众的沟通交流 那么我们这个目的是希望能够借助这个机会 能够让大家跟我们的警察 跟我们警察局有多些联系 了解他们的工作日常工作的内容 那么也希望我们可以建立一个良好的关系 那么大家共同在一起预防罪案 完了以后能让我们的社区能够更安全 所以今天的目标是要求民众来出 不仅仅要联合一样的邓人 但是也认为我们的警察会认为我们的联系 我们希望这就是一个机会 我们的住居员来到 和我们的警察会认为 要联系他们更加多 要求他们更加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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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他们的关系 那是什么重要的事件 所以今天我们会有我们的警察会 专业警察时代表现 当中的警察会 当中的警察是 我们的警察会认为我们的警察会认为 A lot of people refer to it as SWAT. They'll be here too to show off some of their equipment. Again, the whole idea is to let the community see what kind of work we do, the resources and the equipment that we have available to help promote public safety in the community.